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滩特有的标志 但是位于福建省惠安县 崇武镇的一个海滩 除了具有这些元素之外 还有着不一样的景致 据说在美丽辽阔的崇武海滩上 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些 这样的岩石 它们大多和水生生物 有些相似 小的不足一米 大的长达六七米 有的像在海水里游动的小鱼 有的像躲在沙滩上下淡的带帽 有的则像静卧水中清潮的海龟 或者是跳跃的大虾 有的又像是远古留下的化石 这些岩石既像人为雕琢 又仿佛自然天成 在似是而非之间 更显得古朴粗犯 它们随意地散落在海滩各处 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游人的目光 崇武半岛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 面积有25平方千米 它三面黄海 东林台湾海峡 西连陆地 距离福州是169千米 面对崇武海滩上这些千奇百怪 各具特色的岩石 人们常会发出疑问 这些形似动物的岩石 为什么会散落在海滩上 它们会不会是人工雕塑呢 据了解 早在几千年前 崇武半岛上就有一只 以渔猎为生的先民再次聚聚 于是人们又猜测 这些粗犷的岩石 会不会和远古时代人们的生活 有着某种关联呢 这背后是否会隐藏这一段 尚未被发掘的远古文化呢 带着种种疑问 地理中国摄制组 随同地学专家前往崇武 进行科学考察 在壮美的崇武海滩 考察组看到了更多散落海滩的雕塑 这些雕塑 年代并不久远 从外观看 材质品种也丰富了许多 青色 白色 灰色的石雕 散布在海滩各处基岩上 如果说海滩上的岩石雕塑 粗犷中透露着岩石原生的自然美 这里的雕塑则显得精致柔美 看到如此庞大的雕塑群 考察组有了更多的疑惑 石雕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通常以化钢石 大理石等天然石材为材料 在旧石器时代 就有许多能够引起人们 视觉美感的石雕质品 秦汉时期 最有代表性的是 位于陕西霍聚病目前的大石雕 大多是根据原石的自然形态 雕塑而成 柬埔传神 粗广豪放 是我国古代石雕作品的典范 随着时代的变迁 各个时期都有一些 记忆精湛的石雕作品流传至今 那么 宠武海滩上的岩石雕塑 会不会也是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和风雨 流传到今天的呢 这个三面临海的狭小半岛上 又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石雕出现呢 为彻底解开疑惑 考察组决定 驱车前往人口较多的宠武新城 一探究竟 行进在公路上 考察组突然被道路两边 数量众多的巨大石块 和各种造型的石雕作品所震撼 这个用大块岩石雕刻出来的棉被 腾松柔软的感觉 生动低沉 似乎触之可及 这是一朵石头雕刻出来的菜花 花叶薄如蝉翼 似乎吹弹可破 菜叶脉络清晰生动 揭开顶盖 整个菜花中空 不得不令人佩服雕刻者精湛高超的记忆 这只镂空的鱼篓 用一整块石头雕制而成 篓子里的鱼儿活灵活现 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一朵石头莲蓬和残败的荷叶 似乎随时会迎风飘落 使人听见枯叶落地时 又轻又脆的声响 观赏这些艺术作品 几乎已经使人忘记了 它们是用冰冷的石头制作而成 坚硬与柔软 都在这些石雕作品中 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 这不由得让人感叹 创作者大胆的创意和深厚的雕塑功力 看到如此高水平的石雕工艺品 考察组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 为何会在宠武地区 有着如此高超的石雕记忆水平呢 这么多精美绝传的石雕作品 让我们考察组大饱眼福 人们印象当中坚硬粗糙的石头 在这里去呈现出另一种状态 令人叹为观止 据了解 惠安石雕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 民间流传着北有屈阳 南有惠安的说法 印证了惠安石雕较高的艺术地位 据工匠师傅说 因为当地盛产花岗岩 所以这里才会成为石雕之乡 那么原因果真如此吗 据说这个宠武 还有一座600多年历史的古城 银与花岗岩有着很多的联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花岗岩是一种 由火山爆发的熔岩 在受到相当的压力 融融状态下 隆起至地窍表层 岩浆不喷出地面 而在地下慢慢冷却凝固后 形成的一种岩石 成分以二氧化硅为主 由于其硬度高耐磨损 容易切割塑造的特点 除了用作建筑材料外 还是雕刻用材的首选 花岗岩地貌的发育 深受岩性影响 可形成陡峭高峻的山地 密集的沟谷 河谷 以及小型盆地等地形地貌 像海南岛 黄山 华山等 都是比较典型的 花岗岩地貌地区 我国已探明的花岗岩矿产地 广泛分布在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储量最大的分别是山东 北京和福建 那么为什么这20多个 出产花岗岩的地区中 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石雕之乡 是什么因素成就了崇武石雕之乡的美誉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 考察组还需要对崇武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崇武 花岗岩就像这里的灵魂 几乎无处不在 崇武有一座 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城 全是由未经雕饰的花岗岩 累气而成 这座古城地处崇武半岛南端 从高空俯瞰 它的形状像一只贝壳 据说这些垒墙的花岗岩 新建时都是白色的 经过几百年风雨侵蚀之后 大多已经变成了灰黄色 这也使整个城墙看起来更加古朴粗广 沧桑厚重 中国历来古城众多 但大多是建在平原地带 那么古人为什么会在崇武半岛 这样一个滨海地带修筑城堡 这个位置有着怎样特殊的地位呢 当地人告诉考察组 这是一座卫城 曾经是城市防卫要塞 这让考察组非常好奇 在这东海之宾 修筑这样一座城堡 是为了防御谁呢 考察组查阅史料后得知 从十三世纪开始 一些日本海盗 开始进犯中国和朝鲜沿海 他们杀人越祸 无恶无助 这些人被称为倭寇 明太祖朱元璋 为了防御倭寇入侵 在北起山东蓬莱 南至广东 修筑了一道 与北江长城相互呼应的 东南海江万里长城 它由六十多座卫城城堡组成 仅福建省就有五座卫城 当时兴建海防的军事工程专家 根据泉州沿海地区 海岸线曲折 地形险要的特点 在泉州惠安附近 修建了一些城池据点 崇武因其地处险外 汉海江而控东明 成为一方要塞兵官 毕竟六百多年风烟战火 崇武古城依旧完好的 雄聚在东南沿海 成为我国军事建筑学研究的 一份珍贵遗产 崇武古城的城墙建城至今 已经经过了数次的修缮 但是我今天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却发现这有一个 没有经过任何修缮的地方 这上面有三个字 炮击处 这个没有被修缮的地方 是一个直径约90厘米 深80厘米的大洞 炮击处三个字 说明这里曾经遭遇过炮击 据史料记载 明军除了使用传统的冷兵器外 军队中古遍还装备了火器 于是考察组猜测 这个大洞会不会是明军抗窝石留下的呢 找到当地人了解后 考察组得知 这个弹坑并不是明朝抗窝石留下的 原来日本侵占我中华的贼心一直不死 海上通道是他们入侵的最直接途径 1938年 日本侵略军曾经想从崇武海岸登陆 从这里打开一条侵华的入口 1938年日军在侵华期间 日本的军舰停在对面的海面上 然后用舰炮攻打崇武古城的时候 留下了炮弹的弹坑 崇武人民为了记住这段历史 特意保留了弹坑的原貌 同时也把日军侵华的罪证也保留了下来 当时由于崇武古城城墙异常坚固 炮击并没有摧毁古城 日军只好选择了别的海岸 打开他们侵华的窗口 由于地处海防要塞 凡有战事发生 崇武必然是硝烟弥漫 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对崇武极为看重 着力把城池修建得异常坚固 崇武这个地名 本身就蕴含着崇上武备的意思 当年清华日军炮轰崇武 也没能够打开崇武的大门 那么这座花岗岩古城 为什么会坚固得连箭炮都吹不垮 城墙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崇武古城 崇武古城有东西南北四个主城门 城门上各设烽火台一座 城内制高点莲花山曾经还设有料望台 构成了完整的古城战略防御工程体系 那么这座古城历经战火 却能够完好保留至今 除了使用花岗岩这种质地坚硬的建筑材料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奥秘呢 当地的民俗专家陈建敏老师 向考察组道出了一个秘密 陈老师说 古城城墙实际上是底部宽上部窄的梯形结构 底部最厚处大概有三米 越往上宽度逐渐变窄 最窄处在五十厘米左右 城墙外壁以规格不统一的长条形石块 和长方形石块 按一道横排一道竖排的钉字形累契 内壁则以不规则的石块累契 内外壁之间以普夯石作为跑马道 一横这是纵横是横的 那一竖 竖下来 这个正好像一个钉子嘛 它的特点就是说 这个往里面放进去的 租进去的这个条是很长 这整列地排上去 可以增强它的厚度 增加它的承受力 这种弃墙的方式本身 就增大了墙体的承重能力和坚固性 但是古城墙的坚固还在于它的厚度 陈老师说 宠武古城墙最厚处大概有十米左右 在内墙和外墙中间的跑马道 是城内守军骑马的通道 这是贯穿全城的军事交通命脉 当初遇到军情时 军队正式通过跑马道 迅速到达战斗地点 而这条沙土结构 大概宽四米的跑马道 横跟在两道花岗岩城墙中间 加过了古城 陈老师的解释虽然很有道理 但是考察组对于这座六百多年的古城堡 之所以能够完好至今的原因 依旧存有一些疑惑 这些疑惑正好也是地学专家 邱小平老师研究很久的课题 邱老师打算从地学的角度 揭示花岗岩的奇特之处 与宠武古城的坚固不摧之间 存在的内在联系 并对宠武海滩石雕的绅士之谜 展开调查 邱小平 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 对福建省的地质地貌资源 进行过多年的研究 在重吴海滨 邱老师对散落在各处的石雕 进行了考察 这个盐石我们叫它铁镁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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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镁 这绿岩灰长岩 它灰石的含量很高 一种矿物 就是甜美矿物很高 纵观所有石雕 虽然石材的颜色有很多种 但仍然是以这种 灰白色的雕刻为主 数量也最多 邱老师从海边 这些岩雕的切割痕迹 并结合原始人类行为习惯等方面 综合分析之后认为 这些粗犷古朴的石雕 并不是人类早期活动留下的痕迹 它们应该是近代的石雕艺人 或者艺术家所为 出奇之处在于 这些雕刻大多是以原始的 自然形态顺势而为 少了人工雕琢的痕迹 却多了简朴传神之意 这正是这些雕刻的价值所在 来到宠武古城 邱小平老师对这座砖石 虽然斑驳 但却历经风雨 在军事防御方面 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古城 赞叹不已 古城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 每一个角落都在诉说着 曾经经历过的腥风血雨的故事 我们从城墙城门进来之后 一进来都有一个 这个像那个缓冲地带叫梦城 一到这个地方来 这边还有一道城门 所以就陷了个死地 就决地 进来之后呢 你只能退出去 要不退出去之后呢 这边还有一道城门就挡住了 上面四臭都是这个火力点 有弓箭有什么锚啊什么的 工程的部队要到这边来的时候 一定要不能带留 一进来的时候 不是快速地突破这道城门 才算是什么 城墙那个防护体系 这个梦城是一个重要的一环 也是最后的一环节了 梦城如果这道城门被打破了 这个城就无险可惧了 登上城墙 邱老师看到了 这座城堡式建筑 辉煌的气势 和设计者缜密的设计思路 这地方东南边呢 就是一个海域的地方 对面就是台湾海峡吧 对 这就整个就是台湾海峡 对面 这是城墙往外伸出去的一个 一个角或者叫角楼 或者叫碉楼 像一个碉堡一样 其实就是过去城墙呢 就把这个叫做敌楼 就是说能够防 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说 如果来犯着敌楼 如果说顺着城墙往上爬上来的话 你在城墙里面是看不到的 是个死角 所以你必须伸出来 可以瞭望到整个城墙 可以防卫整个城墙 看看有没有敌人 想到城墙上爬上来 如果看到敌人城墙 往上爬的话 你这边就可以实施用弓箭 用火器进行打击它 所以它这伸出来一块 就是说保护这么大的城墙 左右两翼的城墙 据记载 冲武古城民方夏田 蜗骤登岸 季光出兵逆之 当初蜗寇进贩时 西季光作为守城大将 针对蜗寇凶猛狡猾的战术 提出了伐旗长继的军事理论 并创造著名的鸳鸯阵法 所谓伐旗长继 就是针对蜗寇善用长刀 蜗刀挥舞起来既快又猛的特点 制定战略专门打击蜗寇的长处 鸳鸯阵是适合狭窄地形作战的战法 根据地形不同 可以迅速改变阵型 做到既能攻又能守 一个单元由十一人组成 这十一个人不是用同一种兵器 而是长将短刀相互配合 比如这种狼血 它是一种很粗的毛竹 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枝 枪头藏在枝叶前端 一个队有两个狼血 是专门对付窝刀的 由于竹叶很密 枪自不穿 刀砍不透 限制了窝刀靠近杀伤人 即便窝寇攻破了狼血 阵营里还有藤牌手 咬刀 实施中距和近距离的协同作战 共同击溃窝寇的长刀 一个单元虽然只有十几个人 但是包括了远中近多层的火力和攻防的配合 这种战略战术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西济光创造的独特战术和技法 在几次大战中取得胜利 保卫了这方土地的平安 如今 崇武古城的城墙上 还留有索镇海邦四个大字 意思是说 崇武城好像一把锁 锁住了我们国家东南海江的大门 崇武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用花钢岩雕刻了这尊高达七米的塑像 让它面朝大海 微震海江 邱老师说 当初崇武古城选址于滨海险要处 以地形而布局 体现着静可攻 惠可守的战略原则 这是它能够躲过自然灾害 及人为破坏的原因之一 但是古城之所以至今完好 这背后应该还有更复杂的因素 经过一番细致调查 考察队对崇武古城 已经有了一个较为详细的了解 这里的一切都体现了 世代居住在此的人们 善于利用自然条件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接下来的考察当中 专家邱小平教授 有了更多的惊人的发现 千年石雕之乡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中武古城历经风雨战火 却完好无损 其中的奥秘又是什么呢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一起继续去寻找答案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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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